过去两年我很痛苦 也很纠结 每当有人介绍我的时候说 这是达人秀之母 这是好声音的幕后推手 我就想掐死 那个在滔滔不绝 赞美我儿的人 然后再把自己掐死 我做首席主要演员 已经12年了 随着我的年龄的上学 或者是头顶首席主要演员的光环 这些压力 让我更加在意每一场演出 2011年 我一年之间辞职了五次 很多人会问说 你到底在找寻什么 事实上 你让我说我在找寻什么 我觉得我在那个状态下 不是在找寻什么 我在逃离什么 我在逃离一种 我不想要的生活 我不想要的工作 我不想要的状态 一场戏可以断胳膊断腿 满头大汗 给我们一百块钱演出费 我们都已经觉得很幸福了 可是没有观众整天问自己 我们还要不要唱戏 我们还要不要干 还要不要坚守 困曲管我们什么事 如果我迷恋过往的成绩 如同迷恋过往的自己 那么距离被淘汰 也许真的就只有一补之遥 我今年37岁了 现在的演出对我来说 是演一场少一场 好几次我就拿着五单刀扔掉 就说我不干了 我干嘛 我自己 当你逃无可逃的时候 你必须要找一个出路 你必须要想那我到底能做什么 既然整个行业 在迅速地往前奔跑 我们也必须跟上节奏往前跑 而在这个迭代升级的过程中 我不应该是一个骄傲的前辈 而应该是一个虚心的新人 今年年初 我跟我的同事们一起筹划 创立了一个新媒体品牌 我们要做手机终端的潮流音乐电视台 我们的口号是 Live with the reason 打开你的精神格局 鼓励年轻人 要永不停止思考 这个团队里 基本都是九五后 年轻人 来做年轻人的事 由他们来定义 决定这个年轻品牌的基因 这才是最符合逻辑的做法 在这个过程里 我一直在学习新的知识 熟悉新的表达方式 与传播逻辑 没有了老板跟员工之间的概念 我很乐于去放低姿态 拥抱变化 成为那个谦卑的倾听者 过去 我可能是那个冲锋献争 大杀四方的女战士 现在 我战斗的决心 依然如故 但是我却可以变换一种方式 换一个身份 地足于更大的格局 做看似无名 却对社会更有价值的事情和贡献 关键不在于主和配 而是supporting的胸襟和能力 我觉得每一个人 多少都是有一点野心的 都想成为佼佼者 最起码我是这样的 很多记者会问到我一个问题 范丰你还想跳几年 你准备在几岁结束你的舞蹈生涯 去年七月上海芭蕾舞团 创编一部全新的现代芭蕾舞剧 《长红歌》 那我是当仁不让的杨贵妃的第一女主角 第一组 但是在排练了两个星期以后呢 我的编导跟我说 我觉得你的性格 你在排练场上的一种掌控 一种气场 似乎更适合演武则天 当时我听到的时候 我觉得这简直就是天都塌下来了 因为我觉得我不能接受 芭蕾舞团的年度大戏 没有首席主要演员在里边担任角色 《长红歌》 直到现在仍然是我事业当中的一丝遗憾 我甚至为了避开她的世界首演 独自一个人飞到了欧洲待了一个月 我很坦诚地说 我很羡慕年轻人 因为年轻可以跳更多的节目 更多的角色 有更多的常识 但我也经常告诫自己 对于明年的38岁 今年的37岁的范晃风 又何尝不是年轻的呢 白天在昆团上班 工资养不起我们怎么办 晚上到饭店里去打工 去端盘子 端着端着我们都会跑原厂 然后我们还很阿Q说 我们边练功边赚钱 后来我们发觉不能这样生存 我们这一代人跟老师们相差30年 一个断层 我们是非常重要的 中国当下昆曲的一代传承人 于是乎我们就想到了 复旦大学 同济大学 外国语大学 华东师党 然后叫大学生们上来谈次恋爱 也来做一下杜丽娘 也来做一下柳木梅 也让他们羞答答地 穿越到600年前那种恋爱的状态 然后我们在情人节的时候 就设计情人就调情戏 所以一对一对怎么调情的 古时候的人怎么谈恋爱的 一对一对让大家在上海昆军团 来过一次情人节 各种各样的招数用来就创新 先把大家的情感先培育起来 先跟大家讲困局是什么 大家喜欢 哇 这么美啊 于是乎我们一直是这样 挣扎着 坚守着 痛苦着 努力着 前进着 到今天 我说演员有的时候满头大汗 哇 心脏都快停止了 很累很累有的时候唱戏 但是观众们一鼓掌一束鲜花 我们回去 哎呀 一个月都感觉想想都很甜蜜的 是蛮阿Q的 但是我想这就是我们的职业精神 我大概在2006年前后 我看到了Marina的作品之后 我就会想 原来陶瓷这个材质 它可以做出这么这么美的东西 它可以做出这么有感情的东西 我是学文学的 我学过摄影 我觉得 嗯 这个方面我有优势 那我想去做这个娃娃 那下面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 我要解决材料的问题 因为我完全不懂陶瓷 我要去想这个怎么能够做出来 于是我就脑子一热就去了景德镇 刚开始的时候就是什么都不懂 然后就去上网看啊 然后原体结构买书看啊 伯格曼的那本书啊 然后又去问师傅 但是师傅说 哎 这个东西太麻烦了 你这个你是完全不懂陶瓷 你才会想用这个来做陶瓷 那后来我就想 如果说没有人愿意做的话 那我是不是可以动手试一试 捏一下 过了十一二天 我就把原魔给雕出来了 因为基本上是一个 不眠不休的状态在雕东西 我觉得我非常幸运 我经过了非常多的工作之后 我找到了 能够让我再进入这种状态的事情 所以我非常的快乐 这个是我人生当中 做的第一只人偶 我觉得这些人偶 对我意义非常重大 你遭受的所有的委屈也好 朋友啊 家人啊 就身边的人啊 对你的不理解也好 但你 你现在得到了这样一件东西 它好像是一个里程碑 你可以 你可以告诉你自己 我安全了 你突然间获得一种安全感 台前挥避刚呼 毫不费力 但背后身体力性 才是真功夫 配角 有时候比主角更重要 也更难做 所以我愿意去做 我愿意去修行 你要去做一件事情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不可能越过任何一个步骤 去直接摘取果实 你就是要老老实实 踏踏实实地去做事情 如果你能够做到这一点 你会发现 你所有的问题 一个一个地在解决 在去年十月 长恒歌第二次 在上海大剧院上演的时候 我是台下的一名观众 因为生活必须要继续 我爱芭蕾 他打给我的每 他打给我的每一瞬间 将会永远地在我内心身处 他将不对 他已经是我此生的挚爱 王志全老师是我的恩师 他就说唱舞弹很苦的 我跟他说 我不怕苦 这一句话 守到今天三十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